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拍摄惊奇,我是大宇 那么中国这边最近是热点不断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的关注声量忽然之间小了许多 可是莫斯科那边突然传出了一个消息 直接关系到普京的身体问题 普京是1952年11月生人,今年已经是70岁了 他操纵俄罗斯的军队在国际上疯狂打真人版战争游戏的同时 他个人的健康状况也时常是受到关注 因为克里姆林宫对于普京的健康对外是绝对保密 要说莫斯科官方提到普京的健康问题 在公众的印象中只有一次,那就是2012年秋天 普京有一段时间人间蒸发 后来在舆论关注下 克里姆林宫公开说是肌肉拉伤 但是肌肉拉伤非要离开公众视线吗 让人们难以信服 那与此同时,还有一家俄罗斯报纸 说是普京背部有问题 也没有说出细节 还有一家俄语网站在今年4月发表了 针对普京身体健康的一个调查性报道 提出普京有癌症 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美国媒体《新闻周刊》也做了类似的报道 而且援引的是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 说普京在今年4月做过癌症手术 乌克兰的高级情报官员克莱罗·布达诺夫 也指出这一点 但是相关问题从未得到 克里姆林宫的直接肯定或否定 他们就连普京的粪便都是要对外保密的 就像法国刊物《巴黎经济报道》的 普京曾在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时候 有专人护送他上厕所 语音是怕有别国所谓的间谍 偷走普京的排泄物研究 这都成了国家机密了 而普京近来在公众面前 的确表现得有点跟网民不同 赤裸上身 骑马打熊 摔跤游泳的普京不见了 从而代致的是面部浮肿 身体动作似乎也不是很自然的普京 而专门爆料克里姆林宫内幕的 Telegram账号GeneralSVR 则在11月30号报道 说普京在棺底内传出滚下楼梯 他在自己住处爬楼梯的时候 脚下一滑 直接摔下五个台阶 而且这个账号也爆料普京有癌症 而且是胃肠癌症 所以在跌落的时候普京身体不由自主的排泄 弄了一身 而在起身的时候又没站稳 往下掉了两个台阶 摔得非常惨 他的医生赶来 没法马上给他治疗 而是由贴身的侍从 把普京先抱进厕所 整理好之后 再交给医生诊断 GeneralSVR的消息说 普京在滚下楼梯的过程中 撞击到了尾椎 相关部位有受伤 不过目前GeneralSVR的消息是说 普京经过医生检查之后 发现没有太大的伤势 仍能够自己行动 唯一的问题就是尾椎疼痛 跟屁股疼也相差无几了 而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了 11月30号也正是中共官方 所谓的江泽民死亡的日期 如果这一次普京跌出了大问题 那这个日期就太蹊跷了 但就像我们上期节目 引用的消息所说的那样 江泽民的真实死亡日期 很可能并非如官媒公布的那样 有原大陆记者提到 江泽民实际上死于11月16号 特别是在江泽民死亡的同时 中国扬起了遍地封烟 抗议中共的声音 在11月27号前后此起彼伏 知名政论家严纯沟发表的一篇文章 题目起得是十分之应景 他写道 江泽民死了 中国人醒了 这前后两句标题搭配 看似是简单陈述 实际上很可能有其内在的因果 如果人们了解了有关江泽民的很多真相 就会觉得此人跟历任中共反馈一样 同属魔鬼 所以他死亡的同时 中国大帝突然显现出一片新的生气 就好像是当前的这场白纸革命 而白纸革命 有些媒体把它比作是64 2.0 但从现在的规模看 至少目前还远没有达到89年的声量 特别是社会上有一大板块 还几乎没什么动静 就是媒体 这可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共产党打压什么都是舆论先行 反过来讲 他为了保政权 也是死死控制舆论 打压自由媒体 这一点 江泽民可以说是毫不逊色于其他党魁 网络防火墙 就是江泽民执政时期弄起来的 由他的儿子江敏恒发扬光大 而在64时期 江泽民在上海打压了当时中国言论 最为大胆的一家媒体 并因此赚取了很多能够进京高升的政治资本 并且这还不止 在整个64事件中 江泽民都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媒体往往都会评价 江泽民是64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其实又何止于此呢 他是64事件的弄潮儿 是机关算尽的心机表 是自我设计了踩着学生血上台戏码的阴谋家 是特别善于伪装的资深政治演员 但同时呢 也很愚蠢 比如1989年5月64事件期间 江泽民进京见邓小平 在邓家见到了刘晓庆 而当时呢 江队能迈进邓家大门那是欣喜若狂 刘旭拍马表演曲上司 那是江的拿手好戏 想当初在1986年 江为了能巴结中共元老李先念 以上海市委书记之职啊 亲自去给李先念的小媳妇 也就是二奶了 送蛋糕 那只是上海的一个护士啊 江就在李先念住宿外等着 送这个生日蛋糕 上海的冬天呢 有时候也会下雪 近些年少了 特别是90年代以后 江那会儿是80年代 他在等的时候啊 正是冬季 干上下雪 就在雪里足足等了四个小时 为了巴结上司也是拼了 而此番是进京啊 还是去了最高权力人物的家里 当时不只是他 还有别人 那江是出来乍到 不是都认识啊 但见谁都是点头哈腰 倒水凤茶 生怕得罪任何人 万一是邓的孙子孙女 或是忘年好友 高官同事呢 而在邓家呢 也是经常有演艺界的名人 包括影星刘晓清 当时呢 也是邓小平的座上课 他跟邓小平呢 也是四川老乡 江泽民见着刘晓清 立即开始虚心讨论电影 当时江都60多岁了 管30出头的刘晓清 叫小庆妹妹啊 一口一个 那叫一个亲呢 但刘小庆很泼辣 丝毫不给江的凤影 同时又带有意淫的聊天接话 以任何机会 总是以叔叔相称 而且还公开在邓小平家 拿老江开涮啊 江泽民拿枪发抖啊 是真的出了名的 曾有太子党开玩笑说 江泽民上辈子 是不是被枪毙的啊 所以呢 刘小庆当时啊 就对江开玩笑说 您拿枪 可别把自己那大肚囊子给崩了 众人是哈哈大笑 江表面赔笑 却记仇得很 上台以后 1993年开始 就查刘小庆的税务账本 绝地三尺啊 认识刘小庆的人都问啊 你得罪了什么人 怎么非要置你于死地呢 可当时呢 没查出什么 当后来有一个叫 王建忠的人啊 1996年进了刘小庆的公司 一进去就要管账 后来刘小庆因为事务问题下狱 与此人呢 有很大关系 而王建忠正是江家帮派去报复刘小庆的人物 我们说谦虚是美德啊 但有一种人 在比自己强地位高的人面前 可以是毫无人格 毫无原则 毫无底线的刘须派马 点头哈腰 极尽低下之姿 这叫腹黑 叫阴险 而得失后呢 又要对曾经得罪过自己的人 疯狂报复 而剧组以上两点的人呢 已经可以用人渣来形容了 而这些啊 都不足以形容江泽民这个人 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 可以完全以牺牲别人的利益 福祉 幸福 安全为筹码 甚至把民众的鲜血作为上台的基石 那这样的人 已经是具足大奸大恶的条件 也正好符合共产党接班人的要求 所以才会发生 江泽民在八九年赶走赵紫阳 自己当上了中共总书记 后来发现邓小平对自己不满 动了换掉自己的想法 又阴谋废掉了提拔自己上台的邓小平的武功 把邓小平在军中的代表杨尚坤兄弟给整了下去 令中共高层任何人呢 都不能拿他如何 其实呢 邓小平提拔江之后啊 很快发现他是人渣中的极品 具足大奸大恶之因素 但因为薄一波啊 就是不信赖他爸啊 等等这些元老的阻挠才作罢 之后啊 慢慢的眼睁睁看着江 兴风作浪 而邓小平啊 错看江 除了李先念等等啊 这些被江自民灌了名为拍马屁的迷魂汤的一些高官举荐之外 就是江在六四时的表现 1989年4月 胡耀邦的逝世啊 引发了各地学术界的纪念 进而促成大规模的游行集会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媒体行业也加入进来 其中呢 当时中国社会最为感言的总部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开专栏悼念胡耀邦 身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自民立即把这当成了向邓小平展示立场往上爬的机会 江不像真正有报复的政治家把眼睛放在政治报复上 如果遇到阻碍就要为这个报复去争取 甚至宁为玉岁不为瓦全 而江不是 按照历史学家冯崇毅的说法 胡耀邦赵紫阳都是有政治报复的人 而江自民呢 则是心无大志 浑浑噩噩的利禄之徒 他没有志向 也不相信善恶报应 这样的人在中共官场 每天做的就是怎么往上爬 怎么读懂政治风向 从而捞取政治利润 恰巧呢 这个人又没有人格 所以呢 在刘虚拍马的时候 更显得是如鱼得水 收放自如 你叫他学几声狗叫 我相信啊 他都做得出来 而对于下面的人则是心狠手辣 江自民在六四期间呢 从始至终都在拥护邓小平及中共党内 主张强硬镇压的一派 世界经济导报啊 开专栏纪念胡耀邦 江自民立刻派出整顿小组 进驻导报报社 导致报社大规模遣散了运工 江还对导报总编亲本力进行党纪处分 一系列整肃手段 相当专制 立即引爆当时高呼言论自由的中国新闻界的抗议 上海因此爆发大规模游行 而随后呢 北京天安门的学生升级行动 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 乃至于绝食抗议 江自民镇压导报 被视作是导火线 也有评论人士说过 江自民打压导报 是导致八九民运 从学生为主的运动 转成全社会运动的转折点 那江死后啊 六四学院领袖之一的王丹撰文 也提到这一点 他说八九年那一代人都知道 江自民在上海书记位上啊 都要退休了 还能高升担任总书记 就是因为六四 王丹说呢 江自民在六四以前 见到时任总书记赵紫阳 非常会表演 表现的不是谦卑 而是低一下 跟赵两个人坐一起啊 江只敢坐沙发的一半 低着头 可是呢 江得势后 立即是另一副嘴脸 软禁赵紫阳限制他出门 都是江亲自指示 赵紫阳自己写信 要求一点自由都被拒绝 王丹还回忆说 是江自民在上海 率先表明镇压态度 同时打压导报 撤掉了总编亲本力 导致事件升级 而邓小平啊 看重江 就是因为他关键时刻 总是站在镇压学生的立场 而江自民打压导报的幕后啊 可不是这么简单 内容很多 1956年生于上海的张伟国先生 做过世界经济导报的政治法律编辑 是总编亲本力的助手 得力助手 他就说呀 将打压导报 引起中国乃至国际上的反对声浪 讲真话这个口号 一下子成了五湖四海的通用语 八九民运的核心事件 一个中心点事件 就是这个导报事件 张伟国说呢 自己接触过中共国务院的一些政策研究员 也持相同的看法 他说呢 江自民善于伪装 在事件初期 亲本力压力很大的时候 江自民呢 曾亲自拍亲本力的肩膀 说你不要这么紧张啊 上海市委给你做减压器 事情不会升温 只会降温 没想到 亲本力放手去做之后 江自民出卖了他 利用打压导报这件事啊 当成了自己往上爬的垫脚石 而这种事啊 江自民做的多了去了啊 1986年 中国就闹过学潮 当时呢 江自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礼堂里 对学生们 讲美国前总统林肯 著名的格底斯堡演讲 那是什么内容啊 民权民主 对不对 可是呢 当学生运动起来之后 江啊 就立刻在学校里煽动 召开八千党员大会 反对学生运动 先捧后杀 秋后算账 踏写上位 江侮辱了人渣这个词 同时呢 张伟国先生还透露 江实际上啊 早就瞄准赵紫阳 暗中下半子 在8964以前 就总是以上海市委 还有一些老干部的名义 跟邓小平暗中告赵紫阳的状 那大意是说呢 赵紫阳失去了党的原则 而学运之后 打压导报 也有强烈的针对赵紫阳的意味 因为赵紫阳被认为是导报的后台 这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 将打压导报 那实际上啊 就是在打击赵紫阳了 而到后来 六四天安门开枪之前呢 本来有一个人呢 有可能对恶劣形势 起到一定遏止的作用 就是时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万里 他5月12号去外国访问 25号回国 飞机先落上海 万里作为人大委员长 与赵紫阳被认为是同书改革派 同情赵紫阳 而1989年5月25号 北京形势已经是十分的恶劣 此刻呢 万里回北京 有可能对中共主张镇压的一派不利 于是呢 江泽民硬是把万里 软磨硬炮留在上海六天 期间呢 也亮明底牌 形同对他的软劲 并且做了万里的思想工作 此时的江啊 已经大有接班总书记的意味了 万里在这样的情况下 公开声明支持北京的戒严令 六四开枪前 最后一个有能力阻止悲剧的人 也就这样被耍了 江不仅在此事件中啊 挤掉赵紫阳 还砍掉了赵紫阳的左膀右臂 踏血上台 而后呢 又废了邓小平的武功 进而呢 依靠放纵权贵贪腐掠夺 作为建立自己班底的方式 成为中国的腐败总教练 又对六四学生 持续多年的追踪迫害 对外国媒体说 在四川劳改期间 被轮奸的女学生是 罪有应得 第一个建立了维稳系统 第一个建立了网络防火墙 亲自发起了 对信仰真善忍的 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建立凌驾攻减法的 610办公室 并且亲自批示 推动活摘器官 受益军队系统 医院系统 直接参与 种种行为啊 不胜枚举 每一件事 都有无数沾写的细节 我们今天讲的这点呢 还只是 九牛一毛呢 好 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欢迎您订阅 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 并点击小铃铛 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 也欢迎您 关注我的副频道 大雨天地 还有在干净世界上的 另一个平台 链接呢 会在今天的节目留言区置顶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by bwd6 大雨天地